各位参加台湾创意周的贵宾 大家好 首先要感谢主办单位的邀请 让我能够用远距预录的方式 来参加这个别具异议的活动 在台湾创意周的官方网站上 有一句话我非常同意 那也是行政院以及各部门正在努力协助的事 就是善用创意 社会创新 对我来说 社会创新就是志同道合的伙伴 组成一个团队 透过全新的思维来运用新形态的技术 解决特定的社会问题 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 不同团队之间虽然有不同的做法 但彼此之间不是竞争关系 而是在实现社会共好的共同认知上一起前进 这就像一把大伞 每个团队各自朝四面八方发展 但是有彼此连结 互相学习 在这次的活动里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国际上面社会创新的实证案例 包括改进民主选举的促动创意 帮助311赈灾之后 东北于是生产者重新站起来的地方营造创意 利用采购系统来解决非法武器问题的创新创意 以及帮助世界面对AIDS HIV的文化创意等等 案例涵盖的主题 多元而且广泛 是相当难得的交流机会 最后我想预祝本次活动圆满顺利 也要祝福每一个参与者 都能够在人生的道路上 找到自己前进的方向 而且一起创造出合作更好的未来 感谢观看